中国历史上香的使用范围十分广泛 极大宗教的推崇和士大夫阶层的参与 使品香具有更多文化内涵和美感 两千多年前的西汉已经开始用博山炉焚熏沉香了 到北宋达到顶峰 明清用香风其盛行 香西中所用的香十分考究 大多数是几种珍贵的香材经过和香拼并而成 但最主要的还是沉香 韩香 龙蟹香 舍香四大类 而尚品沉香是一片万千 被誉为香中之王 各有所好 人与人是不同的 我呢 是由于对香气这种物质特别敏感 所以才会去接触沉香这个领域的 并且是一种研究的姿态 并不是商业姿态 而是一种学术和文化姿态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感谢观看